我们这个果园呢 我们的名称叫做吉瓦斯果园 位于苗栗滩井水村 早期叫龙山部落 现在叫做斯瓦西格部落 职合的海拔是差不多850左右 上下差不多50公尺 你低于海拔或者是高于海拔 它的口感它的甜度都会有差别 像我们这边的果园呢 早上它是直接日照 所以我们是整个是面向东部 所以它的甜度它的脆度都非常的 就会比其他的地区 或者是比其他的县市来的还要好吃 田式不好管理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田式果农 它们都纷纷的就把那个田式的树都砍掉 改种采收两期的牛奶拔蜡或者是所谓的柑橘类 它的工序非常的繁琐 再加上管理成本非常的高 更麻烦的就是它在采收期的时候 会遇到差不多7月到10月的台风季节 太热也不行 对 然后常常下雨也不行这样子 对会影响到 太湿太热都不行 对会影响到果实 像你们发现到这个 这个树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一个纹路 一个圈一个圈的纹路 这个叫做断水 就是这个树我们要做断水 那如果不做断水的话 树的水分量含量太高的话 它的那个果实就很容易落果 多人都问我说 你们有种田式有在做饰饼吗 因为我们的品种都是来自于日本 在台湾 田式是属于高经济价值的那个水果 所以它光是一颗果实的成本就已经很高了 所以我们日本品种的田式我们都不做饰饼 那像关西那边呢 它们都是用笔饰 或者是一般的台湾品种的水饰来做饰饼 它们那个成本就很低 我们田式它就是一年只有一收 它主要的收成的那个季节是在 大概在10月10号到11月底 这段时间的田式最好吃 那9月的话 9月底的话要采收 也可以但是它的甜度 并还并没有那么成熟 我们在那个采收田式的选择 通常一般我们会先往那个 就是田式的那个末端来看 它的熟度够不够 然后呢 再来就会稍微往它的果地去 稍微看一下 如果说 红了我们才会采 像这一颗 它的熟度大概差不多才七分熟左右 采收的那个颜色是必须要这样 大概已经差不多八分到九分熟 这样的话吃起来的口感才不会深色 而且甜度够然后脆度也会很足 在采收的时候就从果地这边 这样子剪下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田式有从四级五级六级 一直到今年我们最大 我们采了15级 级数的话就是 用它的重量去分级 对 那像比如说五级的话 它的重量就是介于差不多 4.5到5.4 这个就叫五级数 对 房间的话它们都叫五A啦 旧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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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展昼区 那很多的游客呢 会可以直接到我们这里来采购 是有分小礼盒大礼盒 还有所谓的那个香妆 然后那分别大礼盒小礼盒跟香妆呢 它可以就是你选择的那个水果 可以有它有分级数 级数的不同它可以分别装在 小礼盒大礼盒跟香妆里面 你想现吃的话 你们可以选择颜色比较鲜红一点的 就可以当天吃或者是一两天就可以吃 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快吃完 你可以选择稍微微黄一点的 不要那么红的 微黄一点的 它摆放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久 你拿到手上的时候呢 大概一两天就往冷藏的地方放呢 这个它的脆度可以保持大概七到十天 甚至半个月以上都有 在瓦斯田市这边来采购 不外乎我们这边是一个温泉区 所以呢来采购田市的同时 你们也可以到附近的很多的温泉会馆 去泡泡汤 不管是汤屋也好 或是大众温泉也好 我们这里的温泉也不错 一边来采购水果 一边来泡泡温泉 看看好山好景 感谢观看